各位同學,又來到EAR1問數 這個數字是我改了 因為他問的數字,如果提出答案,他應該是答案 所以我上一條EAR1問數 我只抽了少許出來 我改了三條 但三條都有一個代表性的意義 他應該如何看出問題 首先,這個就是Maximum Domain Domain是甚麼意思呢? Domain是可以進入的X 舉個例子,開方X-689 over X加777 你會發現開方的舊數不可以是負數 所以不可以進入X是負2 負1 甚至去到687都不行 接著的帽子 不可以進入X等於負777 我們怎樣去 如果要提出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所謂的Domain 我寫的Domain 就是X要不等於負777 and X要大於 大於等於 因為X-689大於等於0 如果加上兩條式 如果加上兩條式 其實答案就是X大於等於689 當然,那條原題目是有點出入的 但理論上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做到的 好了,B那條 B那條是Rcos Rcos Rcos 首先,如果Y等於cosRcos x-3 即是Equivalent to cosY等於x-3 我們得到的結論 其實是cosY 其實是負1和1之間 即是換言之 X-3是負1和1之間 你調回位 即是x是 4-2之間 即是每個數值 只可以放4和2之間 所有數值都可以放進去 好,最後一條 最後一條 Latural Lock裡面的數目是正數 所以C那條 Latural Lock裡面的數目是正數 所以C那條 就變成一條 E1 這個是2 就要大於0 沒有等於 它是Palmose線 Palmose線的x-coordinate 就是 我按一下 只是方法是0 1 2和1 它要大於0 即是這兩部份的數目 所以相對應就是這兩部份 所以x是要小於1 x大於2 這些就是個Dominion 我們三條答案 那個就齊齊了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們就寫到了 整個推論的過程中 給大家看 真的好像Soulcall 好了 如果有問題 歡迎來問 傳電郵來問 或者IG來問 我會盡快回答 不過最近是事實上 多了很多數問 我希望 我都可以應付到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 應付不到的話 即是應付不到 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會排次序 好 希望幫到各位同學 好了 拜拜